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政治嗎? 雖然我先回應一下,我太長忘記了,你先記一記的問題 剛才Ben天提到制約,權力的制約是一個,我承認這是一個政治學的問題 但這是不是一個政治學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問題呢? 我就覺得不是了,因為這是政治學的其中一個問題 跟我們講權力,這些都不是很… 這些概念我們還可以追溯它的基礎在哪裏 我們講權力,就是A這個人對B這件事有權力 或者A的人對C這個人有權力 但我們講權力是甚麼意思呢? 那權力是甚麼意思呢? 當我們要挖掘這些概念的時候,是否要追溯這些更為基本的東西 就是你這些政治在做甚麼呢? 你說政治的目的是為了制衡統治者的權力,這樣就不通了 制衡統治者的權力之下,它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應該是為了另一些目的的,政治是為了目的的 防止腐化,防止統治者腐化 是的,但我再問一下,你如果說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統治者腐化 都很奇怪的,這些都不是 如果說目的只是一些中間的目的,因為它其實是一些手段 為了另一些更基本的目的,是否 為了防止腐化,為了防止腐化 但為甚麼要通治者不腐化呢? 因為通治者不腐化,它才可以好好統治 做福祉,做福祉,做福祉大眾,生活提高 你講一講一講一講,總會講到這些話的 所以講一講一講,最後就是生活,民眾的生活 如果用古人這些雖然簡單的道理的說法 為了生活,為了善的生活,為了生活得好 OK?為了生活,為了生活得好 我們不能說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制衡的統治者 這些是,它可以是一個另一個東西的相對 是一個相對的目的手段 目的手段,這個階梯裡面是其中一個目的 但是都是一個手段 這些有些東西給它,相對的更有另一些東西 是它,它是它的手段 我可以補充一下,主要這種制衡是一種很重要的 就是一種正常的運作 就是可以走得… 即是說,你看到是這個民主制的運作 就是走得通的 可以比較那個複雜的事 就是… OK,謝謝 我各自給大家意見 有些東西就求同尋語 不需要大家同意 但是稍微回應回剛才 我們很容易批評中國古代的情況 但我覺得其實我們大家要批評中國古代的情況的時候 自己都要負傷自問 你對中國古代的情況要計多少 還有第二,就是你深入中國的批評那些東西 是不是其實西方或者其他地方都有的 這個所謂軍主政體 軍主政體這些都開明關注 所謂的專制軍主政體不僅僅是中國 是不是 其實西方都有的 剛才提到一些問題 如果真是所謂的專制軍主政體有的話 那個應該共同,不是中國僅有 那中國的情況,我們就是批評中國的東西 先問一下自己的東西 你要不要解釋,要不要認識 那第二,就是這個東西 是否僅僅是中國如此 那其實中國那個政治運作 傳統戰略作 可以先讀多一本小書 找小策子,中國歷史先生 那詳細一些,應該要讀一讀 很多東西是做不到的 黃隊想連做黃衛傳給誰 都自己說不出事 很多情況 這個 所以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是不認識中國歷史 然後覺得中國的意識是這樣的 然後再批評 那這個就 我強調 我們每個人都要批評中國歷史是怎樣 那時候 你自己的運指 你認識中國歷史是怎樣 是否真的認識 然後再看那個 是否特色在中國是這樣的 其他同時代的西方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怎樣 其實是共通於人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是 軍事政體的權力制衡 我同意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只要走得通 當然 怎樣叫走得通 那就是太郎統 那我們都可以去檢討 那其實今天 今天這個報告 講了政治實體的起營和目的 那我們就著那兩個不同的目的 一個政治實體的遷納 都會有不同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知識的探索 和從現代抽生出來 看看古往今來不同的學說和實踐 我幫我們今晚主要講學說理論 可以看看古往今來的實踐 那可以有點借鏡的 對現在這個我們所謂民主請看的討論 我現在大家都是這個民主 就好像大家西方都說 民主自由是一個普世價值 那我突然一把實踐方保權 一拿出來就全都拼了 你就算是那些獨裁政權 自己都要講自己民主 也不是毛澤東也要講這個 人民民主專政 總之都要搞一個民主出來 所以就算他們是一些我們叫做不民主的人 但是他都覺得總之深刻我都搞一個民主出來 我叫做民主 那大家總之覺得民主是好的 民主是善的 民主就是要更重 那我其實想想這個 前先生的批評 和這個阿里斯特·巴黎徒這個講法 就是現在我們這年代政治是講權利的 和只是講個人權利 這點我覺得是幾個point 就是你只是講的 你對我來說就是你成不成了一個政治群體 形成了一個政治實體 但是目的就是你個人要去決定 是不是 這樣就不是民善的一個 不是很壞的 我們決定